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过去许多年来 中国在讨论和互换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同时 一直也在努力进行着对高考制度的改革 从名校集团自主招生开始起步 如今各个省份也已经开始对自己辖区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上星期江苏省公布了高考新方案 改革将从2018年高一入学的新生开始实施 此前包括山东 河北 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内的许多省份和地区 也都推出了各自的高考改革方案 那么归纳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 无非是取消文理分科 只通考数学和外语 或者只通考语文数学和外语 增加文理分科的综合考试等等 改变的只是考试内容和考试规模 仍然没有摆脱一个考字 那么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最终彻底的取消全国或者全省统一的高考 全面推广各高校自主的招生制度 这样才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 反对的意见则认为高考虽然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变种和继承 但是几十年来让无数普通人家和贫寒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 一张考卷定终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 但是在中国目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社会制度仍然缺乏公正的情况下 高考过去式 现在式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仍将是最公平的一种考核选拔方式 那么中国的高考制度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是改革还是废除 我们继续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 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 讨论这些话题 第一个问题就请方布林先生先谈一谈 刚才我们就一开始就谈到了 这个高考虽然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继承 或者是延续 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 特别是中国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 1977年以后确实是通过高考制度来选拔人才 或者是实现这样的社会的这样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 让许许多多这种普通的家庭或者贫寒的子弟 来走出了家门 或者是实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想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高考现在 这就是目前是在中国资源不平衡 分配不平衡 还缺乏公正的情况 这是个最好的一种最公正的一种方法 你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总得有什么办法识别人才 因为高考还会继续下去吧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试制度 而且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改 这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是全世界的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 我觉得思路还应该进一步的拓宽 关于高考的公平问题 我们经常听说高考给平衡子弟 扭了一条上升的管道 总体上来说 这个说法并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这种公平 充满了这个陷阱和错觉 公平应该收入于三个因素 一个是教育质量 第二个是雇取的机会 第三个是考骑的偏向 受区域经济差异这方面的影响 教育资源是不均的 有些地区的孩子 虽然理论上说和其他地方的孩子 有同等的机会参加高考 但是他们教师的资源 图书这方面的资源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进入考产的时候 他们的预备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陷阱 另外一个就是说录取机会 有些学校尤其是北大、清华这些民校 在各地招生的名额非常不均 这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吗 这些年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这些民校有统计显示 他们在贫困地区招生的比例 比以前还要低 或者说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 比以前少了很多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说出区域的偏向 有时候也会造成非常隐性的不公 比如说我们安徽有一年这个高考是这个叫学生评论 怎么叫弯道超越 那么开车的人可能比较知道弯道超越是这么一个概念 可是农村的小孩他可能很少就坐车 更不要说开车了 哪里知道什么弯道超越这些问题 所以这方面面面的问题 如果不深重对待的话呢 也会造成新的不公 马赵教授 你是对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怎么看的 刚才方布林先生似乎就是认为 高考制度目前恐怕还是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只是改革恐怕不能彻底的废除 你怎么看 的确是这样的 高考本身是不可能被废除的 那么这个其实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有它的考试制度的 在美国同样它也存在考试制度 那么这里所面临的呢 只是说高考到底在一个综合评定的过程中 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手段来这个更加公正的 公平的和公开的来评价一个考生的素质 来决定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 这个可能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高考本身的存费问题 另外一点呢就是高考实际上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 或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环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所有问题的一个焦点 或者说把它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或者一个终点的话 这实际上都是很片面或者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么高考中所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很多的 那么我也不太同意所谓高考是所谓最公平的做法 这样的说法 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方言人所说的 高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讲 它是有一个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 可以公开评定考生水平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它也隐性的把一些我们教育体制中 所体现出来的分配不公的或者不公平的 把它固化了 把它作为一种进行一种体制化 把它放置到一个教育的整个教育体制过程之中 具体说呢你比如说高考可能七点就不公平 那么农村的孩子 他接受三年义务教育的 三年学前义务教育的比例实际上不到40% 那么这种七点的不公平 直接就引发到了他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之中 那么他在参加高考之前 就已经是教育体制分配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弱者 这么一个受害者了 那么同时呢这个高考准备的过程中 也有他的不公平的现象 你比如说城市的孩子呢 他可以有资源有能力参加更多的 这个课外补习特长班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农村的孩子呢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也没有这样的财力 去参加这样的补习班 也就缺乏了和这个城市的孩子 进行同场竞争的一个基本能力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考题呢 可能有很多偏向城市化的倾向 那么最后呢就是结果也不公平 那么这个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学校 但是呢高校的配置资源呢 基本上配置在这个发达地区大城市 尤其是重点大学 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呢 这么自然会对这个进一步加深 这个农村和城市这个教育对立 和这个资源分配的这个不公平 那么我们说呢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高考呢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解决 这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那么既然高考不能取消 我们就只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 来呢解决这个问题 稍后我也想请马昭教授和方布林先生 来谈一谈就是针对中国目前的这样的教育资源 分配这样的极大的这样的不均和 以及现在这些体制各方面还有不公平的现象 应该到底应该是如何的来改革 如果不能说如果说不能够彻底的废除高考的话 应该是如何的来改革目前这样的一个高考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是有很多中国的观众 希望参加节目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们还是接几个电话 好 江西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 江西的张先生 请讲 是这样 我想举一个就是 不仅就是抛开那个高考 公正性放在一边 就是高考不仅牵扯到 就是考试的这个过程 而且牵扯到社会 整个社会制度 打个比方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是从一个县城出来的 但是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在北京是有工作的 但是他高考的话 按儿子在北京上学 就是在农民工子地上学 但是考试的话 还回到当地 整个就是要找关系 要插到当地的那个高中去 整个就非常麻烦 整个就牵扯到 不仅牵扯到考试的问题 就是这个程序的问题 还牵扯到这个户籍制度 这个挺复杂的 就各方面都要赶 不仅是这个高考的问题 好 这是江西的张先生 湖北的郑先生 湖北郑先生你好 请讲 我觉得高考是不可能取消的 因为高考就是磨练中国人 就是把那个韧性给磨练掉 不然的话 要是不是太喜欢 反抗心理太强了以后 不利于稳定 然后第二点 如果说教育资源要公平的话 首先就提高那个乡村县城 那些一线老师的公司水平 不然的话许多优秀老师 都被那些市重点啊 省重点啊 都分出去了 教育资源不公平 这样农村学生 以后上那个名牌大学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谢谢 这是湖北的郑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河南叶先生怎么说 河南叶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说首先两点啊 第一 咱们老师说中共共党 这个不对 谁是党 没有党 谁的枪 枪长 谁的枪厉害 谁是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关于高考 我是个教师 我认为早该取消 但是为啥不能取消呢 还是个 担管教育的问题 早就应该取消高考了 事成化 高校 事成化 谁想录取谁 谁就录取谁 高校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高校评价不了了 可以委托社会上的一些考试机构 考试机构帮高校来选拔 这是最好的 当然了咱也可以保留高考 高考选拔的高校是 党管的高校 政府的高校 就这样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河南的叶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您讲到这 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接这一部分的最后一个电话 是吉林的阿正先生 吉林的阿正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个人因为中国的高考 是取消和废除 都解决不了问题 你看看哪个国家考试 考场的那个如临大敌 每个考生要经过 通过基础探车器进入场 考场外面呢 有监控巡逻车 还有大批警察巡逻 在高考的头一天 还要在方圆一公里以内的住户 住户的进行排查 动用了耗利了 银利资源 物利资源 就这样一个破体制 你还今天我们谈的 还是废除啊 还是改革啊 那简直咱们就是谈的 就是胡扯 所以说啊 这么个体制不改革 都没用 我讲话完了 好 这是吉林的阿正先生 好 刚才我们是接了几位 中国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他们提出了 他们的看法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 马昭教授先说一说 就是刚才这个河南 有一位叶先生 他认为啊 中国的这个 他是一位教师 他认为 中国这个高考制度啊 应该取消 他所谓这种取消 刚才我相信啊 是和 刚才 马昭教授 还有方布林先生 刚才所谈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取消 就是任何形式都没有了 这不是一回事 我想河南 叶先生刚才谈到的 似乎就是 实际上还是某一种改革 让学校 实际上现在中国 也已经开始做了 就是让一些高校 开始自主招生 就是各个 不再搞统一的考试了 那么为什么 中国能不能够 就是全面的来推广开 就是这种各个高校 他自己来招生 这样的一种体制 或者是说 就是改革 目前的让一个高考体制 或者用另外的一种说法 河南叶先生的说法 就是取消了 废除了 现在的这种 同考的这种制度 我觉得实际上刚才所说的 这个所谓废除高考 或者说把废除高考 把它进一步的衍生成为改革高考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 但是可能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法 那么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自主招生 实际上是要拓宽 这个学生选拔的手段 要这个增加学校 在招生中的自主权 改变的考试 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一个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 目前其实在实践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中央巡视组 不断的在各地方进行巡视 其中在两年前 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巡视过程中 就当时的这个招生处的处长 这个招生就业处的处长 被抓起来了 那么他后来被发现 是总共贪污财务 接受贿赂和财务 总共是2300多万人民币 那么主要是接受的是 香港一个富商的请求 为这个子女在入学过程中 提供了这个就业的便利 提供了方便 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自主招生中出现的乱象 那么从中也可以反映出 我们说不管是招生还是高考 都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社会系统 或者一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但在整个不能解决开放透明 和建立好一个监督机制的条件之下 单独的去做某一项工作 或者做在某一项具体的事件上 做一个修改 实际上是不能够解决一个 整个大的体制上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种在考试当中 招生当中作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现在的这种 所通行的这种全国通考里面 这样的考试作弊 录取作弊的情况 仍然也是会发生的 那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就体验出我们所说的 一个更大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高考实际上没有摆脱 或者说实际上是加强了 所谓的单一成才模式 单一成才模式就是说 从幼教开始到最后的就业 我们只能去找 从最好的幼儿园到最好的小学 到最好的初中到最好的高中 以至于进最好的大学 最后演变成为只有最好的大学 才能创造出一个最好的就业机会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势必就造成了 一个是教育的所有资源 集中到了某一些学校 而不是全体的学校 另外一个就是说 所有的考生 所有的社会的考生资源 都要向这些最好的学校去发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既然你能够挤进去就挤进去 挤不进去就要想其他办法挤进去 那么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会造成这个原来所说的 这个开放透明监督的机制 一个是无法建立起来 另外一个是也无法运行下去 接下来我想请方柏林先生 来谈一谈 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高考 到底应该是改革还是废除 这里这个所谓的废除 不是彻底的没有任何形式的 这样的入学的 这样的一种选拔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是指的就是废除 现在所推行的这样的一个 全国甚至或者是全省 这样的一个通考 在你看来 因为你在美国大学里边 也是做这个课程 设计这方面的工作 我也见你写了不少 这方面的一些文章 中国有没有可能 就是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 推行这样的继续的 就是来扩大 现在已经开始实行的 这样的高效自主招生的一种办法 慢慢的向美国目前的这样的 高等学校招生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向来过渡 比如说不是说 没有任何的考试的形式 美国也有这个SAT 这样的就是说 对考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的 这样的能力的一个测试 然后结合高中时期的成绩 以及老师的推荐等等 这种方式 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 我总的感觉是 应该让这些民营高校发展起来 有机会同等的获得这个声援 给他们自主的招生权 我觉得现在中国高校市场化 还没有开始 或者说应该更为充分一些 现在并不是一个市场化 而是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烙印 比如说这个刚才又打电话的 听众说的这个 比如说跟户籍相关 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些产物 只有让它市场化了 竞争才能够倒逼这种高校招生 和学校教育的改革 这个竞争呢 第一个是国内应该让它有竞争 让它有自主的招生权 我觉得这个自主招生 扩大这个自主招生的自主权 非常重要 而另外一点 竞争现在也来自国外 现在你去国内也不改的话 国外也逼着你改 因为海外现在对华的招生 势头非常兴 有些中产阶级 它根本就不在乎你高考不高考 在一些特定的阶层 可能高考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或者这是选择之一吧 因为条件好的孩子 可能在准备考SAT 美国的高考 准备出国留学了 那么美国2015年 留学生总数是 大概97万多吧 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中国学生 有30多万 那么这个当年中国参加高考的人 有940多万 那么这样的话还是九流一毛 所以还有很大的山上空间 所以可以想象 这个未来美国的高校 或者其他国家的英国的 澳大利亚的学校 在中国竞争也会很激烈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嘛 因为这种竞争啊 它迫使中国高校发生改变 就像刚才马昭教授说的那样 这个整个高考啊 不过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环 所以你不可能只改变它一环 其他方面不改 所以这个 这种竞争啊 它能够倒逼这个 中国这个高等教育的招生啊 或者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 方布林先生 我还想继续让你说一说的 就是假如啊 假如这个 你有赋予你这个权利 假如比如说 中国的教育部长聘请你做顾问 要你来改革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 你会怎么改 我这是这个教育携手的命啊 操的是教育部长的心 我觉得应该我们教育 我们的高考现在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强调这个选拔淘汰 而并不是教育 或者说呢 是高考妨碍的教育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 因为如果以淘汰和选拔为主 不管人学的怎么样 哪怕都能够拿99分 那么99分中间也会分出369等的 淘汰一批人 选择一批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嘛 这不是说要你学什么东西 要达到什么水准 而仅仅是为了淘汰而淘汰 我觉得应该把重点范围的教育和教学当中呢 而不仅仅是选拔和淘汰 选拔和淘汰为什么呢 不过是说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更聪明 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人 一个人聪明还是笨 要这么 要在招牌上这么去考 这么去压榨他们的经历 去发现他们到底是笨还是聪明吗 你和他们吃几次放 就可以把体摸透了 对不对 要这么多人力物力来证别 我觉得应该给一个真税要改 第一个要改的是积分的方法 现在一分能够拉开几百人甚至三千人 就差这么一分人单身就差这么多吗 如果再考一次说不定第一分的人说不定就高十分了 我想应该减少这种恶然性吧 比如说分成弹词啊 比如说让靠678的人和677的人出在同一个弹词 有同等的机会 因为本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还有一种做法呢 我想是是否可以增加一些机考 现在都是纸笔考试 没有什么数据 没有数据的话 就没办法的给这个学校里面提供反馈 到底学的好不好 学生到底哪一方面有哪些失误 如果增加一些机考的机会呢 那我们获得这个大数据啊就更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各个地方到底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高考反而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合理的反馈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这个高考是一种指挥棒 我觉得高考应该成为一个温度计血压表 给教学呢那个查体温 然后告诉教学应该怎么做 第二的话我们真正的能够把考试呢 变成教育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办法 我就看到有个听众打电话也说了 我们每年高考心思动众 除了学生老师家长倾巢而出之外呢 各种社会力量也在总动员 封闭道路啊减少噪音啊 甚至说把一个池塘里面青蛙全部给堵死 简直是社会资源消耗太多 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考试的机会 设置一个考试院 其实中国有些地方已经有考试院了 比如说这个SAT考试啊 或者托福考试在考试院里面进行 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个资源用火起来 跟他把高考的一些考试呢 转到这里面来 这样的话 方不理解 我想打断你留下来几十秒钟的时间 让马昭教授也谈一谈他的看法 马昭教授您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可能简单的讲 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改 因为国家现在是教育资源的最大的掌控者 最大的调动者 所以国家在改变城乡教育差别 尤其提高欠发大地区 或者乡村地区教学资源上有很大的主动性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种改变城乡差别 是可能更好的用高考的形式 或者把高考制度更加健全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另外一个呢是要改变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单一成台模式 那么最后一个呢 也是要增加这个教育机会才行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马昭教授我也得打断您了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 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 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